HELLO 大家好 我是魏魏先生 你们还记得在帮自己家里面宝宝 选第一套餐具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吗 你是到店家去听听看店员的介绍 还是说拿着妈妈手册 跑一趟富佑展东看看西看看 或者是听朋友或前辈的推荐 就直接买了呢 其实啊上面这三个方法都是很好的方法 那今天在这边呢 我是想要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帮魏宝挑第一套餐具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选择跟想法 那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如何选择给宝宝的第一套餐具 只要是当爸妈的啊 应该只想要给自己的小孩买最好的东西 就算不是最高级的 但是首要条件啊也一定是安全跟健康 那这个时候餐具的材质就变得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啊设计给宝宝用的餐具 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细胶或者是天然的聚乳酸材质 那他们也是最适合刚开始学习咀嚼吃饭的婴幼儿 那我自己啊是有看过像是不锈钢的 那也很多人推荐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因为导热太快 所以有可能容易烫手 然后不锈钢的汤匙或者是叉子啊 对很小很小的宝宝来说呢也有点太重 再来就是如果你的小孩还不会调整他自己的咬力的话 那我是觉得尽量也先不要给他用到这么硬的材质 避免伤到他的口腔影响他口腔未来的发育 再来就是木头啦 木头的材质餐具其实我也看过不少 但因为有一些啊他会在表面做一层coating来做保护 那这个coating呢就是对小孩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啊就会产生一点点疑虑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直接挑选一个最没有危害的聚乳酸 聚乳酸这个材质啊它的优点就是有耐热 然后比较轻巧还有耐摔的这几个特点 那缺点呢大概就是因为它是透过天然植物提炼的 所以成本相对起来会比其他材质来的高一些 但这个是每天都要给你的小孩三餐啊都会用到的石器 要放在嘴巴里的 我认真觉得一定不得马虎 那今天啊我同时要来开箱分享的餐具 就是用天然聚乳酸打造而成的 它的材质呢就是从玉米甘蔗还有素薯 这些原料中去提炼出来的 它的耐受温度呢大概是从-20度到120度C的那种强化型天然聚乳酸 也就是我们在外面常见听到的PLA 那要来开箱的这一组餐具呢 它是miniware的little foodie set 中文呢叫做天然聚乳酸小食客六物质 那在这个里面呢它就只有一整套给宝宝用的餐具 里面呢有一组麦片碗 它上面还搭配了一个碗盖 跟底部这边呢有做了一个吸盘 那这个吸盘呢它是除了套在碗上面使用呢 还可以被套在这一个面包盘的上面使用 这个是面包盘 再来呢它还有一组是它的这个喝水杯 喝水杯呢它是做了一个吸管可拆式的杯盖 可以直接对嘴喝跟一个杯子 那在这边呢还有一支叉子跟汤匙 这样子呢就是一整组 那我们最常用到的呢就是这一个面包盘 因为它的面积够大 然后盘身也很适合给小宝宝或者是小孩自己用手去抓取食物 如果有面包吐司或者是饼干水果等等啊 几乎都是给它用这个面包盘来吃 另外我还要买了一个很可爱的配件 是这个东西 它叫做miniware的聪明分隔盘 在网路上啊很多人都叫它花瓣分隔盘 就是如果你在IG上面搜寻这个字的话 你就会看到各种就是很美丽的摆盘 那种妈妈或者是爸爸帮小孩用的很漂亮的餐具 那这个分隔盘啊它是魏太在做午餐还有晚餐的时候 最常用到的 因为它是矽胶材质的分隔盘 因为魏太每一餐呢它都想要做均衡饮食 所以至少会有两到三道配菜 那就可以放在这个分隔盘的格子里面 那摆起来呢 它让食物的味道第一个不会互相沾染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宝宝在看到你食物端上来的时候 他们也会觉得很可爱很开心 然后吃起饭来呢也就会觉得很有趣 这样子啊他们就更有食欲 爸爸妈妈呢就不用担心说我小孩子一天到了都不吃饭 就可以稍微解决这个问题 分隔盘呢它装上去的时候 就是直接放在我们的面包盘上面 所以它瞬间呢就会变成你看 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一个分隔盘 分隔盘呢就可以把它摆在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就可以摆主食 那摆好的样子呢就会像这个样子 再来啊就是还有这个麦片碗 这个麦片碗啊它有两个配件 一个呢就是它上面的这个矽胶盖 食物吃不完我们可以把它盖起来 然后这样子呢就可以直接带走 那下面这个啊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 它叫做防滑止滑的吸盘 它的设计啊是可以使用在这个麦片碗上面 也同时啊可以用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面包盘底下 因为它也是软细胶材质所打造的 所以安装的时候啊非常的轻便 装好之后你这个东西只要放在桌上 它就会牢牢的吸在桌面上 不怕小朋友再把碗给打翻了 那最后呢我想要再讲一下 这个组合当中的水杯 我们家的胃宝啊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喝果汁的时候尤其是蔬果汁 因为他只要看到那个颜色很鲜艳的液体呢 他就有点不太想喝 而且只有果汁哦那种汤什么的都不会 所以有一次胃胎他就突然想到 如果拿这个杯子来打蔬果汁的话 那不就看不到了吗 这时候呢我们把果汁倒进去 然后端给喂饱喝的时候呢 他居然真的就咕嚕咕嚕咕嚕全部把它喝光光了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对我们家来说 有一个额外的功能 那他其实还有其他功能 这个水杯呢他第一个可以用吸管喝 装好之后吸管喝的样子 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你把吸管拿起来的话 他也变成一个宽口杯 直接嘴巴对准这边就可以喝水了 那等到小孩子很大很大之后啊 已经可以用大人水杯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盖子拿起来 他会变成一个正常的水杯 而且他在设计上面呢他还做了一个 切角 底下这边呢是非常适合小宝宝自己用手握的 然后上面呢有一个弧度 让他可以喝水喝的很方便 miniware的餐具做的非常的有质感 在后面这里呢有他们miniware的logo 那头呢一个是叉子一个是汤匙 那汤匙的弧度啊有特别设计给小宝宝使用的 不会角度太大 那叉子的头呢也做了防刮的设计防刺的设计 所以是非常适合小孩子使用的 以上刚刚的这些啊都是我自己的简单开箱 还有一些买宝宝餐具的心得分享 那这次开箱啊除了我自己的体验之外 还可以跟设计这套餐具的首席设计师做直接的沟通 那因为他人在国外 所以呢我们这次啊就透过视讯的方式来跟他对谈 那我也要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 因为能够跟设计师直接沟通 真的不是什么平常会做到的事情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来跟设计师聊天的内容吧 哈啰 设计师你好 大家好 我是Miniwar的创始人E 然后跟我新生两个都是设计师優胜 然后一起创立了Ware这个品牌这样 然后我是台湾人 所以当初创立品牌生产的时候 是会加强制造价创作 所以也优先来多个台湾商市 什么的产品这样 接下来啊就是因为我刚刚开箱完嘛 所以针对这个产品 其实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问您 就很好奇说 不知道设计师在设计这样子 宝宝餐具的时候 你们第一个那个起念 或是第一个要去想到的事情 就是在你脑海中是什么 我觉得通常我有两件事 我都同时我也很关注 第一个就是安全的部分 因为我生了宝宝后才发现 其实宝宝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我小孩子那一年刚好有小孩子 因为食用过多的盐分 或者是美国 那中国的那个美代的平台的时间等等的 都显示了小孩子 其实没有大人 夭翠肉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安全应该是很多行动物品的革命 可是因为我自己是设计师 所以我在设计很多产品的时候 其实都是以 我希望能夠盡量容負我原本就有點喜歡的生活 然後喜歡太子也方便使用回店 除了一開始的這個初衷之外啊 你在設計這個miniware的餐具的時候 你有遇到最困難的點嗎 或是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事情 我覺得比較大是 因為我們堅持使用外包的材質 那我們常常會遇到材質上的一些限制 所以我們要在生產過程當中去克服非常多的限制 或者是在設計上去克服一些天然的材質 所帶來的一些限制 再加上雖然是天然的材質 但是使用者的使用化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何去宣導這個概念 讓媽媽們知道怎麼去正確使用這樣的一種材質或設計 我覺得這個環節就有回應是比較多挑戰 你設計有吸盤的功能跟這個餐碗的功能 老實說我覺得餐蓋很有用 因為我們常常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有剩的 或是有需要剩下一些想要打包的 這個東西對我還有對我太太來說都很方便 然後這個吸盤是你有特別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覺得說必須要加這個東西嗎 因為我其實是蠻早就帶我兒子出去吃飯 對 然後我們在去吃飯的時候 其實我蠻早就注意會讓起來很緊張 去拿手 或者是去練其他的小石頭的這種素 那在外用餐的時候 其實很多餐盤都是沒有很冷心的 沒有吸盤或者是很輕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要減少媽媽吃飯 然後必須要有功能性 要很有產品 心情在太多以上 然後腰蓋 然後花到包包裡 然後有很多爸爸可能覺得在產品吃飯 不是很方便 所以一些功能性的 我覺得是可以新手父母有比較多傳奇的可見 我就覺得一定要加上去 該要有的東西 其實我們知道選對好的工具 去輔助我們的生活 其實就是一個很棒的那個做法 那也就是在看影片的觀眾啊 如果你也就是正在幫小孩選你的這個餐具的話 我剛剛透過這一次直接這樣的介紹 我覺得他真的講出不少我們這些新手爸媽的心聲 雖然我的小孩已經三歲了 但是我覺得我還算是新手 就是在還沒有把他養大成人之前呢 我們都要跟他一起學習很多事情 那我跟妳講喔 剛剛先想跟妳講說 妳有發現我們的包包是 不知道跟製都會開的嗎 欸 有 但是我沒有想到他有什麼特殊的含義 妳跟我講嗎 妳跟我講 特殊 對 如果那個都把它黏在機 或者是你把它碰在包裝書上來 你的包裝書不能回收 所以我們 對 我們其實是故意把它分開的 所以妳就可以直接放進回收口 對 買來就已經幫妳分類好的意思 非常謝謝就是也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產品的設計師 直接的溝通 然後直接的對話 讓我也學習到不少 今天 這一個啊 MiniWare的Footy Set 小食客六件餐具組的開箱影片 就分享到這邊 那這支影片的結尾呢 很特別的是有設計師跟著我們一起結尾 所以妳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一定要幫我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大家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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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們下支影片 幫我們下支影片 HitA